由市府教育教育所基盤的原住民造業教育贈 由七月一復開始基盤後 基盤後期六個禮拜的課程一後 一百二十名參與的原住民小朋友 竟跟臨時自己作軍的傳統文化和議員 今天在英雄國中基盤後 基盤後結業電力和成果發表會 讓小朋友典型自己的核心成果 由市府教育教育所主辦 今年已經建立八百年的原住民造業教育贈 這除了課程是對七月開始 總共有六個禮拜的禮拜 要讓參加原住民小朋友 能夠合適到自己作軍的議員和文化 和傳統的原住民文化得到團成 在六個禮拜以來 我們讓臺南市的許多原住民的小朋友 原住民的同學能夠來這邊 一方面體會族群 族與族之間不同的一個文化 另一方面又是原住民做一個主體 來請我們族群老師來傳承原住民的語言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雖然臺南不是原鄉 但是有很多原住民 我們還是願意跟全台灣所有的原住民 一起來弘揚族群的文化 有弘揚原住民的文化 把手伸起來 一二三 有著部落的肌肉來租齊 依著傳統的行動以色來作為開幕 接下來要頒發結業證書跟感謝 正好基礎產物的老師跟學生 在今天在英雄國中來 既辦的不只是結業室 當時已經是五行更發表 天天出這六個禮拜以來會受傷 我今天這個都是我設計的 然後我的術心是說 原來我們是不能萬本的 比如說我設計這個東西 我們沿頭在這個線 然後它會變成這個東西 然後它變成這樣子 這麼漂亮的東西這樣子 來看一下這邊來 結合現在的藝術的結晶 我們叫我們孩子不能萬本 原來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小娃娃 我們因為我們是彩虹的 放他牙 然後這個地方 它沿頭是從現在開始 這個都是我們的什麼 嚴肅在這個地方 每一個動作都是由孩子 親自去動手去處理的 然後就是這麼來的 例外都過去每一年 都固定交集80名學生 今年也特別增加到120名 來和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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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做會參加 不僅是能傳新自己的文化 也是核心就要 保障尊重鼻觸的族群 繼續給我們英雄哭 蔡宏報道